对不起 没见眼睛啊 我来帮你擦 擦什么擦 你算个什么东西 敢动脏我的衣服 皇宫中 一群如花似玉的女子正在选秀 无星俊首沈亿之之女沈珍珠 臣女在此 白话大将军慕容成之女慕容林志 臣女在此 就在管事公共点名时 怎料一份异与子却故意来迟 她仗着自己的后台印 完全不管时间概念 管事公共要她排队在林志身后 她却一脸不屑 先是把林志羞辱一番 说她父亲只是个连兵都没有的大将军 紧接着又抱出自己的后台 你让我站在她的身后 是觉得我的舅舅杨相活 还是姨姆杨贵妃 比较上这个怀化辣将军 吓得公共当即宣布 崔彩萍为烈敌 接下来便是秀女们的才艺大名 女子们个个都使出浑身解数 都想为自己拼出个好前程 林志也是很认真的对待 而什么都不会的崔彩萍 拿出了提前准备好的书法浑水梦 可偏偏就有一人反其道而行 珍珠为了隐藏实力 故意用左手作打 其实她并不想被选中 因为在她的心里 早已经装满了儿时的救命恩人 当年 儿时的珍珠在街上看杂技表演 不料被一个面具人 吓得掉进了湖水里 见到此情景 一个少年毫不犹豫地跳进水里 奋不顾身救起了她 从此珍珠便一直在寻找这位救命恩人 进宫选秀也是迫不得已 中场休息时 珍珠和林志正开心地讨论选秀之时 怎料一个不留意 把茶水泼到了刁蛮的崔彩萍身上 当即惹了她大发 林志自知理亏 于是好心上前要帮她擦拭 擦什么擦 我这可是京城最有名的裁缝 缝了一百天 花了一千两银子做出来的衣服 你算个什么东西 难道脏我的衣服 林志急得一个劲给她道歉 可崔彩萍却要林志给她下跪 并要磕三个想法 便此事就此作罢 珍珠实在看不下去 崔彩萍嚣张的样子 便出面替闺蜜警卫 声称陛下为猪王选妃 不会仅凭一件衣裳选人 而是选的德才兼备之人 崔姐姐既然如此自信 那穿任何衣服不都可以入选吗 何必在意 这衣服上区区一点水 珍珠的一番话 说得崔彩萍恼羞成怒 当即命公共要长珍珠的嘴 谁料这一命 刚好被唐玄宗和杨贵妃等门御解 吓得众人赶紧行李 而后崔彩萍便先发致人 要告珍珠一撞 还好皇帝并未老婆 她并没有偏向宠妃的侄女崔彩 反而珍珠刚刚的那番话 引起了皇帝的注意 谁叫什么名字呀 回陛下 臣女是珍珠 很快来到终极电视 唐玄宗看在杨贵妃的面子 赏了崔彩萍一套惊献如群 而对珍珠却是赞赏有加 朕欣赏你聪慧过人 也非常喜欢你的聪明劲啊 随后太子趁机向唐玄宗敬年 声称沈珍珠出身名门 相貌俊美 还有几分才气 都敢为儿子李初求下这门轻视 此话一出 立刻被杨贵妃打断 她想要把侄女崔彩萍也嫁到往平王府 还表示要侄女做正妃 一边是儿子的请求 一边是宠妃的请求 一时间唐玄宗还有点为难 关键时刻 太子妃出了一个两拳的主意 表示可以暂时把崔彩萍和沈珍珠 同时娶尽王府做如人 至于正妃之位 只有让李初自行决定 这毕竟是她自己的事情 唐玄宗也觉得这个办法好 便当即同意 那个沈珍珠 不过是个探手的女儿 她凭什么跟我平起平坐的 崔彩萍艳不下这口气 于是向母亲诉管 她扬言绝对不乱 让沈珍珠嫁进广平王府 李初只能是她一个人的 我让舅舅收拾她 区区一个沈珍珠 还用不着你舅舅出马